棄保這個因素 棄城保皇 大家都在問會不會發生 那甚至剛剛凱翔提到的 陳忠會不會被棄乾淨 可是連續兩次看到 黃珊珊民進黨拿到的 這個流向她的票 其實是基本上幅度不太 沒有什麼改變的 所以那有可能嗎 有可能會棄乾淨嗎 我看法跟大部分都不一樣 可是好像我的看法 越來越準 越來越清楚 我就很早了吧 我幾個月前我都忘了 我一直說 以這個選票結果 以三個人的這個社會形象 一定是繳岸當選 毫無懸念 那理由很簡單 2014年什麼洪仲鳩事件 太陽花事件 慈安風暴 馬英九課證所稅 還有這個 哇什麼 郵電雙掌 搞亂七八糟的 那個時候大環境這麼慘 連勝文拿六十一萬票 當時民進黨是支持柯文哲的 那柯文哲不可否認醫生 台大醫生 急診室醫生 社會形象當然是很高 而且是本省人很喜歡的 這種社會形象 所以他能夠拿到民進黨 所有的選票 加上中間選民的所有的選票 所以打敗了這個連勝文 可是到了2018年 他有執政優勢 但是民進黨不治他 他只剩下58萬票 丁守中拿到五十八萬票 丁守中那個選戰 人家批評他說佛系選舉 佛系選舉 佛系選舉只輸你三千票 所以你只拿到什麼 拿到民進黨倒給你的一份票 還有再加上 你原來的所謂中間選民 就是民眾黨的 主要的支持力量 那也不過是五十八萬票 好 我們回過來看這一場選舉 就是說不管國民黨提名的 只要不太差 連勝文都有六十一萬票 丁守中都有五十八萬票 蔣萬安只會超過這個數字 不肯定這個 不是蔣萬安多厲害 這次大環境 對國民黨在野黨的選情有利 市政府出包 大巨蛋出包 城市博覽會是黃珊珊 跟柯文哲搞的出包 有一樣好嗎 沒有啊 可是還有五十多天才要投票 這當然說難保不會有什麼變數 我就跟蔣萬安辦開玩笑 除非有一個王小姐跑出來說 萬難這是你的孩子就掛了 除此外不可能什麼大問題了 要學問人家是博士對不對 跟柯文哲一樣是博士 那你 這是中產階級喜歡的形象 我們花錢請一個市長 一哥也要負擔二十萬 那我請一個學問好一點不行嗎 我為什麼像台積電都要請博士學位 不是嗎 這個不是有沒有學位的問題 因為現在學位很多假的 像鄭文哲的學位是假的 對不對 大家都很在乎 以前是不在乎 但是又很在乎 所以這個蔣萬安起跳票數 就是六十萬到六十萬票以上 就是這個民調數字 再來陳時中 陳時中問題是 因為他的仇恨值很高 他跟周一國掛在一起 所以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 會投票給他 但是也羞于其辭 所以不好意思大喇喇說 凱香我要投給陳時中 一定會被周桿人笑 你什麼咖 你打高端 你打高端 對對打高端 一定會被嘲笑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支持者 也是很痛苦 你只要看民進黨支持者 會不會投給民進黨 體面司議員 會 而且席次當選的還不少 所以這個就是 陳時中的基本盤 所以放心 陳時中的票 絕對比黃沙這多很多 多很多啊 多很多 保證多很多 他只會排第二名 因為民調是現在民進黨 只要聽到民調 不好意思講嘛 都丟臉啊對不對 都跑那個陳時中搞到這麼 而且最重要 慈濟是不分藍綠的 他竟然先罵到慈濟 好不好 慈濟不管有不同宗教 不同意見 沒有關係 你那至少拿了五百萬機會 來給我們台灣人這樣 每天打吧 而且還可以打小孩吧 你一直感謝都沒有 你還是修理他 然後周一扣在修理他 你在旁邊倒頭如倒蒜 那慈濟也會聽得中 他再怎麼支持民進黨 再怎麼台獨 再怎麼抗中保台 都會變成什麼 抗陳時中保衛台北市 所以你對陳時中 不要因為民調低 就覺得他選票不會高 他一定選票比黃山山多很多 那黃山山選票 我看陳時中 至少五十萬票跑不掉 因為他的思源 就有這麼多選票 然後這個黃山山 扣掉蔣萬安的六十幾萬票 陳時中的五十幾萬票 就剩下二十五萬票 就是他二十幾%的選票 所以支持黃山山 會很勇於表達 他的支持 所以他的支持度 就會顯現這種現象 就表態率很高 對 我跟你講 當你選民的投票結構 很穩定的時候 那個表態率會不斷的 在選票選舉前 會一直接近這個結構 他以前會波動來波動去 但是你不要以陳時中 這二十幾%的選票 不可能的嘛 對不對 當時這個為什麼姚文治 會拿到這二十幾萬票而已 理由很簡單 因為民進黨的人 很多人不希望 丁守中當選嘛 我也不能不否認 這一部分人是有很強的省級情節嘛 他覺得怎麼會讓丁總中選上 對不對 這一票的人就會 他不是本省級的 支持民進黨的 他一定會什麼呀 會支持柯文哲嘛 少說是台大醫生嘛 台大醫生在台灣 是有很高的崇高的地位了 所以在這種特殊的條件底下 這個黃山是沒有這個條件嘛 他又公開宣稱自己是湖南人 沒有關係 尊重自己的出身 我很尊敬你 那幹嘛扯說 我的湖南是什麼 是內湖南港 那就落畢了嘛 你要以自己的祖先的來歷 怎麼樣為榮 像我每次看到我們那個 這個裕方兄啊 他都講說 我是高雄人 你看 台北醫師 這是對的嘛 那我一樣啊 我的祖母是客家人啊 我也說我就是八分之一嘛 我四分之一嘛 這也沒什麼好不講的嘛 對不對 祖先再怎麼 我們都是工人出身嘛 我是第一個大學生嘛 我們家來台灣 401年第一個大學生嘛 那我祖先沒念書 我並不引你回此耶 我覺得是我尊重我的祖先 就是尊重我自己出身的尊嚴嘛 所以不要那麼搞來搞去 那所以這段時間 他們不是在修理講話 那個什麼出身家事嗎 像我們雙手一攤 我頂多就看過我爸爸我媽媽 上去我也沒看過對不對 你叫我怎麼去回答 上上代的事情 太為難人家了嘛對不對 我也不否認啊 我大概知道主婦是誰 你說我叫我說我曾主婦是誰 我不太記得 頂多是什麼 那個家譜裡面寫的名字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不能去 人家就會反彈說 你們這樣選舉搞得這樣 會不會太過度了一點啊 這是大家的經驗是這樣的 如果你今天批評講官個人 對不對 你這裡不對那裡不對 選戰沒有話講 大家是覺得這樣是對的 你批評到人家不是爸爸而已 是人家祖父 你也差不多了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民進黨在這裡犯了大錯 在台北開始這句話是余光中的詩句 春天從高雄開始 他照抄寫的耶 他寫的疫情從台北開始 哇台北人氣死了 特別是你們萬華 你都氣死了嗎 你在講什麼嘛對不對 已經惹怒過一波 賴靖德還不只是去搞誠實中 他是全台去亂耶 他那時候講說他浮選起手市 是放在哪裡 是在新北市 結果跑去新北市幫林家庸站台 我現在完全想不起來 他幫林家庸站台講了什麼 只記得他去把一個老婦人的救護車 給攔下來要去幫他看 對那在新北 就他又在那邊演過頭 人家老婦人已經上了救護車 你就用他開走就好 他去把他攔下來要去問他說 你們怎麼樣什麼什麼的 然後結果那天 幫林家庸站台新聞 只剩下他在那邊又說賴神又救人 然後然後跑去台中 又講說什麼 這個蔡其昌是台中的折輪司機 我想了好幾天 我還想不出來台中的折輪司機 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跑到陳中面前講說 疫情從台北開始 左撮 左撮鄭文燦 又打陳時中 難怪陳時中五時間當場犯了 手舉不起來 我就覺得賴清的這波 他沉浅這麼久 他不是說每天都很累 不曉得在幹嘛 忙到沒有空去想事情 他每天有很多時間在想事情 然後想要講些什麼 結果上台去從北亂到南 從北亂到台中 我就覺得他是故意的 他真的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給陰性難看 所以你覺得他絕對不是失言 我不會他不是失言 但是我還是認為 民進黨的選票還是會投給陳時中 就不用懷疑 就不要以為是黃山山贏過他 就不可能 那我們還是得呼籲 支持賴清德 就不要投陳時中 這樣因縮垮得越慘 賴清德出投越快 大新聞大爆掛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聞大爆掛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